其實我們在開發3B1的整個核心價值 就是希望最終可以提供給使用者最簡單的一個使用體驗 那你唯有很簡單讓他可以常常使用 這個熟悉感才會拉近 我覺得這是我們設計的內涵跟目的 我們是從使用者研究發現 使用者他們其實會有三個主要的針對投影機所做的一個動作 第一個可能是他們會是很容易的去移動它 那在移動的過程中我們就發現 他會習慣的在一個平面上去找可以擺放的位置 但是他不會特別去做清空位置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會希望GV-1它是很隨意的可以去做 擺放這件事情 那它的體積就會是小型的體積 那以及在接線上面我們會希望說 他不要去做繁雜的接線 所以我們會希望他一擺其實就可以開始用 所以我們可以讓他去做帶電池的部分 讓他去解決這個接線的問題 那以及在架設上面他們其實會是想要墊高的部分 他們想要去做投影機角度再做微調的部分 那這方面我們就讓整個GV-1的特性它是符合一個長柱狀 它其實是很容易去投放到一個高度的角度 那以及可以去做輕易的微調 那第三個發現說他們做這幾件事的目的就是要快速的跟家人去做分享 那我們就讓他走無限的方式去做分享 那要強調的是就是無限這件事情也是很輕易去做到這個目的的 如何讓無限投屏讓一般人都覺得很好上手 這個部分在之前團隊有做過用戶的研究 但他們的確是有想要投屏的這個意圖以及需求 但往往因為一些技術以及對於裝置的不熟悉 所以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要了解如何去把這個東西做得更好 我們就找了比較沒有經驗的用戶過來做實用性測試 然後了解他們在各個階段會發生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因應他們所會發生的問題的話 我們在介面上面就可以根據不同階段給予不同的引導 那讓用戶不會因為步驟錯亂 而導致他們一直沒有辦法完成投影的這件事 如果我有機會碰到實際使用GV-1的用戶的話 我其實真的很想問他說好不好用 那你絕不覺得很簡單 那你其實不喜歡它 因為在整個開發的過程當中我們其實花了很大的心力 你是真的希望說用戶他是很喜歡這個東西的很好上手 那因為如果夠簡單夠好上手 他其實就會常常拿出來使用 這是我們最關心的也是我們開發的初衷 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就是這樣 這兩人我應該打到來 leben Ole 名角師 密打扁 8-7